3 个钟产浪 今天讲这个话题 隔着屏幕可能都会闻到 当然原先是关于荃湾新楼本海之暖 本身人们都觉得很尴尬 他们常说坐的士,如果我跟市司机说 我去荃湾西海之暖 也不知怎样说出口 但现在不要紧 因为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屎海之暖 为什麽呢? 因为海之暖之前有个业主接获管理署通知 接着说他的位置有渗水情况 怎料去到原来不是满水那麽简单 而是满屎水,爆屎渠 如果你有看那些照片都知道 很不安心 整个厅都是一些...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爆屎渠 我很幸运就没有试过 但我的粉丝试过真的很恐怖 因为恐怖的地方就是 如果是爆水渠 很简单就把它放进去 因为爆屎渠是没办法去处理那些东西 而且你以后都会有个心理阴影 整理好,消毒了 你永远都会想起 没挣多久呢? 其实你如果用消毒的情况 一晚两晚就已经会清 但问题是如果你消毒得不清 即是你不完整 因为有角落头的位置 你不知的 闻到一阵子就会想起那个情景 我说一个状况给你听 这个状况应该很不硬 我怕它会自然去 不过实在是要说的 我觉得就是 你荃湾西海之戀 和史海之戀 一个是男性的问题 一个是女性的问题 而那些史海之戀 如果有经验的人 我不是说我有经验的人 我只是这样说 的确是会令到 你很不愿意出现 在史的地方都会出现 是 我当然明白了 就是令到这个节目更加重口味 那个问题就是那件事 都是会令到你同样地 是令到你不失难忘 是 就是那个先 虽然当然是 当然是 没有整间屋都是这么大 我问了问题 看完周远的这个意见之后 我想问问大家 为什么 就是我在Facebook看到这段新闻的时候 我最初的反应 就是在岳然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照片呢 就是为什么这么公开 就是有了这些照片 就是谁发放 或者是为什么他有什么动机发放 因为你说 被人家管理署报告 那你也是知道这件事 是 你拍完这些照片 就是业主才会有权这样做 是 如果这样去做 就是我之前和周远大使和Kelvin 谈过的问题就是 喂 那你以下层楼就没有人不用买了 是 我一定会说 我卖了才说 我卖了才说 像庄宅那样有人在里面 对 对 你不会真的拍摄那些照片 对 拍摄那些照片 对 那些血都拍摄了 对 对 那些传媒都怕不去 那我的推测就是 最初我想他是想 因为他说 因为这个是文建林的区议员 林林去处理的个案 那我怀疑就是最初 林林 是的 叫林林 其实他有很多故事 但不关这些 我想他最初 因为业主就说 他怀疑之前 有些装修公司来 他的单位去执楼 执楼 意思就是很多新盘都是这样的 装修公司是执楼 是发展商 应该是发展商的 应该是发展商的 因为你新楼入伙 我准备有这些很严重的问题 都是发展商包起来执楼 我因为现在不详细知道的资料 但我相信应该是发展商 有些装修公司要去执楼 而他怀疑 那个装修公司 曾经把英泥倒进厕所 然后塞了屁股 那我们搞大他的可能性 就是因为他要谈赔偿 即是找回大公司 对 找回发展商做赔偿 你搞大他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压力赔钱 但问题就是 最新我看到 原来他们开了市局之后 就发现 其实是毛巾和胶袋塞住 那就麻烦了 因为如果你说英泥那些 你都可以说 很大机会是装修佬做 毛巾和胶袋 你真的分辨不到在哪里 都可能是装修处 但你证明不到 但问题就是 市局不知道哪个位置塞 如果那个位置塞 就算是 他也可以装修 发展商都可以说 会不会是你自己塞 英泥很难说 这就是可能 为何这些照片都会装修出去 因为可能要给压力 那些发展商 那你怎样看呢 我都是纯重楼架提 我记得 那时候 有一个 美国有一宗很出名 打到最高法院 就是一宗案件 就是 有个人买了一间鬼屋 是 他就说这家屋有鬼 告他转业主 是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所以就打到最高法院 打到最高法院 接着呢 美国最高法院 法官就打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我真的用这个人去打 那结果呢 就说 因为那个人 曾经说过 你那个人是原本的 计划的 计划的 曾经被访问过 他说这家屋是骂鬼的 所以法官到最后就判断 这家屋在法律上是有鬼的 就是你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但是这家屋的确有鬼 就是美国找个驱魔人去组成法 所以就是元素胜算 其实也发生过一个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的事件 就是 有一个叫 现在拍了一系列 就是Ed Wallen 华伦夫妇他们的真实故事 很卖得 因为说是温智仁柏 很卖得 很卖得 即是Annabelle 那些鬼话Annabelle 大概是之前的系列 OK 那个人就说 我原来帮你写的 故事是我写的 因为我是你那个 Autobiography的作者 所以你的故事是假的 我帮你写的 所以版本是属于我 我要收回那些钱 我要收回那些钱 也是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鬼 因为你如果没有鬼子 一定是作的 如果有鬼你才可以真 那就是这样 但这个人提起来 我只是说 那间屋的设计 他这样去做了 如果他不说 他卖楼 我觉得是 但那间屋后面有事 但是问题是 因为如果你说凶宅 你在这个法例上有一个定义 你要公布一些相关的事 但是鬼宅不用 是 但是市宅也不用 市宅也不用 这个问题 你问我另外一个联想度是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说 随着越来越多劏房 特别在旧楼出现 宿渠的情况是很普遍的 因为原本是 因为负荷不了 一来是负荷不了 二来就是因为居住环境太弱 我好像之前也有说过 那些居住的人 根本对那间屋没有归属感 他觉得反正都是烂屋 烂屋就是用烂屋的身体去对待 倒入猪骨等等 其实公屋也是这样的问题 公屋的保持是差点 但是重点是什么 我起初一直都以为这些严重的情况 这么无功德的情况 通常都是低下阶层 或者一些旧楼 你猜不到连这些海资 伸入屋的 多少千尺 买到 我不知 一定是万多两万尺 两万以上 然后伸入屋的 还有一样东西 你堵住那间屋 你居住那间屋 你猜不到 他最后会不会 在你的单位里 嘔吐一些东西 这些人究竟是什么概念 香港人现在 香港人普遍 工资深度很差 但有钱 我们起码都有私有产权的概念 就是那间屋是我自己的 我扔了很多钱去买 你无理会这样做的 我不知为何 但香港人工资深度是普遍很差 现在的问题 只是大家仍然在争辩 香港人工资深度是没有问题 但这个究竟是大陆人 香港工资深度 当然也有人会去推测 会不会是装修佬做 但我心想装修佬 装修佬更加经验丰富 知道放些什么进去就会堵住 如果堵住了 你的单位出了事 肯定是第一个怀疑 你会不会 我觉得在地盘上都合理 因为地盘的东西还没埋 没人认得到 现在已经进了房间去收拾楼 就算是装修佬 它会不会没有高风险 硬塞一些东西 但亦都这么说 我们看到很多近期新楼 是发生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一些 大前提是 你的新楼未进入房间 我觉得很合理 因为你未进入房间 浴缸原来是塞了肺脂 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粪便 也有的 就是欧余 然后找一些樱泥封 封住它 我有一点个题 未必全全是失楼 就是那些 带人去看楼的人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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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了 那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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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 kolay 所以我们不不知在这里 我讲一个理由 你现在坐舵40楼 厕所未整理好 你急 那你为什么 你也知道这件事 是必然会发生的 你现在这件事 你不知道 那些东西 所以那些东西 它现在很容易会发生的 你只要想想 你现在在40楼 你不会落到厕所 现在它塞的包袋 只要是入货後才生 所以我從頭到尾都是說不明白的地方 這些事情是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發生的 無論哪個真正都不會 是的,你正在建房子也好 你可能隔了很久,層樓全舊 你租了出去,轉過很多手都好 這個情況不應該在這個情況出現 好,這一節就到這裡